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妹妹莉燕 我是姊姊Mindy 今天的影片是我們空瓶的下集 然後其實下集原本是放比較多的洗髮精 就是身體類的產品 可是因為在上集跟下集這個過程當中呢 又發現家裡有一些空瓶 你分享的很詳細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會先從保養品開始 第一個是加在女兒他們家的面膜 然後是我們兩個最喜歡的杏仁酸亮白進化面膜 就是像是在開上一集上集的空瓶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 怎麼會沒有杏仁酸 我覺得裡面還有一片 所以我們家現在是該不會 我們裡面還有一盒嗎 我不知道 OMG 我好擔心 就是杏仁酸亮面膜是一定要補貨的 不是要順便跟大家講 我覺得加在女兒子一定活動超多的 最近又有活動 因為接下來又是母親節啊 對 因為媽媽要來了 對 然後大家可以順便看空瓶 媽媽想說我們一直都在 就是說不定有一些專櫃的保養品 如果大家就是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趁母親節檔期購 那接下來是歐書單的空瓶 一個是他們家的新光瓶 就是他們家的前導精華 可是是用在化妝水之前 就是一個大前導的概念 就是你洗完臉的第一個步驟 先上這個前導 然後再開始你的保養流程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雖然說會覺得多一個步驟 可是它的確會有一種 讓後續的保養品比較好吸收的感覺 因為像我皮膚是屬於比較乾的路線 然後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欸有時候擦一些保養品 會覺得就擦在表層的感覺 然後我就會覺得就是擦起來就是心底很差 就是你擦完之後臉也不會感覺就是特別保濕感很夠 然後但是我覺得有加新光瓶 就是有擦有bulb的那種感覺 不是因為新光瓶裡面會有那個黃色的小顆粒嗎 那個小光球 小光球它裡面就是有蠟橘精華 對 然後蠟橘呢就是抗老 所以現在任何產品裡面有多的抗老這個功效 我覺得眼睛會發光 嗯然後可是因為它這個小光球 就是現在就是還剩一點點 可是就是已經弄不到了 就是我試圖要把它整個打給弄出來都弄不出來 就很苦 對很心痛的感覺 因為就覺得那個小光球裡面就是 真真實實的抗老的精華 然後就用不到 OK bye 反正這個用過我們用過非常多瓶了 然後陸續就是現在用完一瓶就會再拿一瓶出來 家裡剛好還有存貨 因為它就是不挑膚質 我覺得都可以使用 然後接下來就是蠟橘系列他們家的眼霜 然後其實因為蠟橘系列他們家的這個眼霜 跟他們家的乳液 我覺得質地我覺得都算是清爽型的 因為我覺得抗老的通常都會質地比較稠一點 因為可能年紀比較大的女生肌膚也會比較乾 所以通常都會做質地比較潤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系列是抗老系列 可是他們家的眼霜其實我覺得算是 不是那種很厚重的 我晚上用比較潤的 就會覺得就是要來按摩的雙眼 可是像那種的 你弄到早上就會怕說等一下眼睛那邊那個底妝會很容易滑開 可是像這個就是完全不用擔心 一年四季然後早晚都可以使用 只是這個眼霜呢因為我幾乎是油漬 我眼周也蠻容易出油的 所以這一瓶我是晚上用居多 喔你早上不行喔 我早上都還是習慣用那種眼部精華 我比較不會用眼霜質地的 因為我怕我的眼部會暈 所以我就很擔心 所以其實我個人呢我喜愛的眼部精華是這一瓶 最近也剛用完 就是加丹妮兒的燕麥緊緻精華 但其實這個精華呢它原本不是專門for眼睛 它是全臉都可以 可是我個人就是私心很喜歡把它拿來當成妝前早上使用的眼霜 可是我覺得他們自己在介紹的時候也是都是以眼部來介紹 喔真的喔 因為它的就是正常的毛素不會那麼小 對 因為它是眼霜大小的 就它只有15ml 就是妝前眼部精華我用了兩年我最愛的還是它 好那下一個呢就是蘭蔻他們家這個紫色系列的乳霜 這個乳霜呢我真的超級霹靂無敵喜歡 應該是近一年來我最愛的專櫃乳霜 因為我覺得它這瓶算是輕熟齡 如果你想要有抗老效果的話就可以考慮這個系列 而且它的質地我覺得非常好嚴整 就算是油肌我夏天我也完全可以用它 老碗都可以嗎 晚上之多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擦完它之後 會覺得你的肌膚瞬間有變得很有光澤 然後很健康的感覺 這款不調膚質 就算乾肌用也不會覺得說不夠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油肌有想要開始嘗試 我覺得這一款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腿 那下一個空瓶呢就是 UNI-CAT超能精華的小藍瓶 那這一瓶呢它的功能其實就是保濕 加上穩定肌膚的一個效果 然後這個是我們之前就是合作影片的時候有分享 他們這個暗瓶系列總共有三款 小藍小綠跟小紅 然後小藍是保濕 小綠是針對毛孔 然後小紅是美白 那小藍會第一個用完就是 因為小紅跟小綠的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先上他們 然後後面就疊加小藍 因為其實這支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不管你是要針對美白或是毛孔問題 還是要注重保濕 最終都會疊擦小藍 所以小藍就迅速被用完 對 但是其實小藍瓶的功能呢 不僅是保濕 它很厲害的就是 它裡面因為有添加近期非常紅的成分 比非得菌 所以它同時呢 也可以幫助我們肌膚變得很穩定 所以其實像我自己 其實除了晚上 我很愛用之外 我早上妝起來也很喜歡 因為雖然它是安瓶 但是它的質地呢 我覺得非常好吸收 而且很多安瓶 如果你用在早上 就很容易起屑 可是這一瓶完全不會 而且我覺得 因為它保濕效果真的很不錯 所以真的就可以讓底妝更服貼 然後我覺得這一瓶的價格呢 其實蠻可愛的 就大概五六百塊 就是我覺得不管是學生族或小資族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 就是CP值還蠻高的 就我現在還蠻喜歡 就是把保養這件事 就是把它分門別類 就是它就做好美白 它就做好保濕 它就做好什麼 我現在就沒有那麼喜歡 那種all in one 就是因為有時候成分太多 如果你肌膚是比較敏感的人 其實你的肌膚就很容易出狀況 然後你又不知道是哪個成分導致的 我就是 接下來是來自國外的這個牌子 然後它是無重力養髮洗髮 它講得無重力 然後我就聽起來好像是感覺會膨 不是因為當時收到公關評 我在IG上分享 馬上就有網友說 他覺得這一瓶蓬鬆效果很好 所以我就超級期待 然後我剛開始用的時候 我確實覺得剛洗完超膨 可是我後來就發覺 我用這一瓶頭髮超容易油 就我覺得我有感覺到蓬鬆 可是我沒有覺得容易油 所以我覺得如果假如你的頭髮 真的是很油像我一樣 那這瓶可能不適合你 所以可能其他人用都ok嗎 因為這一瓶真的是很多人說很好用 就這樣變成壞事 可是我自己用起來 我其實是蠻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有蓬鬆效果 可是控油度就看你的頭皮的 可是因為它其實它主打也不是蓬鬆 它有點主打就是不要掉髮 就是它是仰髮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說蓬應該是一個 bonus 但我自己會覺得是蠻好用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個牌子 然後這一款無重力洗髮肉 然後接下來也是分享過非常非常多遍的 艾瑪絲的強健風吟洗髮精 因為其實洗髮精 我們自己是習慣不會永遠都用一罐 然後因為我們有跟大家分享過 你每一次洗頭髮都要洗兩次嘛 其實我自己還蠻常都會兩次都用不同洗髮精 喔是喔 我自己會 因為我會覺得同一款就很無聊 所以我可能每次洗之後都會用兩款 所以家裡那個洗頭髮的地方 都會有不止一個品牌的洗髮精 而且有些人說你頭髮就是你不能一直用同一款洗髮精 這樣頭髮就會有那個就類似抗藥性的感覺 但是我就覺得說那我每次這樣混搭 就會比較不會有抗藥性 然後又有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味道什麼就會有 洗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feel 然後反正這一款就是完全是 你就可以無腦就直接買 因為它就是也會有風吟 然後也不容易油 然後也不會乾色 就是基本上它是蠻不挑髮質的啊 然後這款也是由主打不會掉髮的 就是這個牌子他們家有非常多不同系列 可是我覺得這一款應該是大家都可以用 就是台灣的油頭比率好像蠻高的 跟氣候有關係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這款強健風吟 然後接下來也是愛馬仕他們家的頭皮淨化液 那這一款是只有1%的 就是它那個裡面的%數比較低的 然後我綠色評審是有2%的 但是其實我自己用起來 你覺得區別是什麼 就是2%跟1% 就是其實我覺得用起來在我頭上 我沒有覺得有很明顯的區別 我覺得唯一比較大的區別就是香味不同 就綠色是比較草本 然後這是比較花果香 就我之前也很疑惑 就兩瓶的區別在哪裡 然後品牌人就跟我說 就紅色這瓶裡面還有添加比較保濕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頭髮更有保濕一點點的感覺 就可以選擇紅色這一瓶 可是我用到現在我還是比較喜歡綠色那一瓶 就是那種草本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綠色那一瓶用起來 淨涼感也比較明顯一點 我自己覺得 所以說我很喜歡那個 用完之後頭皮涼涼的感覺 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歡 頭皮涼涼的 就有些人不喜歡 就像你知道衛生棉也有一些會有涼感 然後像我就很喜歡 像我妹妹就不喜歡 所以我覺得喜好這種事很難說 如果你不喜歡那麼淨涼款 就可以買這款圓形的 就是以功效而言 綠色跟紅色功效是差不多的 就我覺得雖然說一個是涼化一個是1% 可是不會因為它是1% 你就覺得好像頭髮變比較沒有那麼乾淨 其實我覺得區別性是不大的 OK 然後下一款呢是我們髮型師 就我們平常剪頭髮的地方 是Cletch Hair 然後我們的設計師叫Shirley 然後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他送我的一款護髮乳 然後這牌叫Purafica 是一個日本的牌子 就是我覺得算是蠻好用的 因為我之前是長頭髮的時候用這一罐 然後因為我有挑漂的關係 所以我就是一天只要不用這種潤髮乳 我頭髮就會很難梳開 就是沒有像以前就是沒有挑漂的時候那麼順 因為我後來就用非常非常多潤髮的東西 那我現在最追求就是像這一款也有達到就是 我需要追求它上上去之後 它不會非常非常的油 因為我就很害怕用那種太油的 然後我的背就會長痘痘 或是沖不乾淨 這一款就完全不會 就立刻就會很滑 所以手手就可以穿過去 然後這個可能是要在那種 法郎才賣得到 但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接下來是荷納法瑞的護色的這款洗髮乳 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的耶 就是我是不知道護色效果啦 但是以我頭髮我覺得頭髮顏色是維持的還蠻好 因為我其實前陣子真的非常 就是才是長頭髮時期 真的非常認真在用就是各種有護色的洗髮乳和潤髮乳 我覺得有用還是有差耶 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以前是不在意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的確會覺得 頭髮很容易就會變得比較偏黃掉 可是我覺得你有用護色的話 就是那個時間會被拉長蠻久的 像我現在就是我髮尾這邊其實都是有染過 可是也不會覺得說 顏色就是跟上面有很大的落差 就雖然我個人我也有挑染 可是我就是沒有很認真在用護色洗髮精 所以其實這瓶我沒用過幾次 真的喔 就我還蠻喜歡這一款的 我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我覺得它就是洗淨度也很好 然後使用起來就是沒有什麼雷的地方 蠻好用的一款洗髮 那接下來是客羅蘭他們家的這款是 敏感頭皮用的護髮露 然後是因為它是護髮露 所以它比護髮乳再稍微再水乾一點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款的 因為其實客羅蘭他們家有好幾款護髮露 都是說可以上到頭皮 因為大部分的潤髮乳都會說 你只要上髮露 如果你上到頭皮 就很容易讓頭皮油掉 可是我覺得客羅蘭很神奇的就是 你真的上到頭皮 也不會讓你頭皮油掉 可是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是 就你會覺得說那這樣子聽起來它叫露 會不會就彈水 然後就沒有那個潤到髮尾的感覺 可是它又會讓你髮尾變得很順 就是它又不會讓頭皮不舒服 可是又會讓髮尾很潤 所以我覺得 而且他們家的牌子我覺得 也算是開架都可以買得到 我覺得還蠻推薦 就如果你要買護髮的話很推薦 因為它就是主打它裡面的成分 也會舒緩頭皮 可是其實我自己用的時候 我不會特地去弄到頭皮 我只會覺得它可以碰到也沒關係 可是我不會特地上在頭皮 還是主要都用在髮尾 你會特地去按摩頭皮喔 就是因為他們有另外一款 是有涼感的護髮度 我就會 因為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連頭 這邊髮跟用都也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那些我妹 她的頭頂的 不知道哪一塊 就是特別容易搭結 所以就是這整個系列 就有不同的口味 就很適合它之後 就如果你跟它一樣 是屬於頭頂區 很容易搭結 然後因為一般護髮 又不能上到那麼上面 就可以買扣羅來 那現在接下來是 Corex這個品牌的沐浴乳 然後這個味道是一個果香味的 我跟你講我跟我妹都非常喜歡 這一款就是超快就用完了 因為其實我姐平時是不用沐浴乳的人 她喜歡用肥皂 那你怎麼會喜歡這一款 因為單純味道 就是它味道跟它洗淨度很OK 因為我不喜歡洗完 就是身體還滑溜溜 因為我之前開箱的時候 我就很大膽地說 是我近幾年 我覺得用到下面我最愛的一個沐浴乳 那你為什麼沒有回購 就是因為目前台灣還買不到 就是如果你買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 我們之前是在LOOFANTASTIC上面買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牌子的價格沒有很貴 所以是比開價再高一點點 可是價格又不會貴到你不好入手 所以是可以讓你生活變得更有品質的一個產品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好了 因為像我是非常討厭擦香水的人 因為我就是很怕香水味太重 因為我很討厭別人香水味太重 比如說我妹 但是呢我就很擔心成為那樣子的人 而且我就沒有這個習慣去噴香水 可是我自己就會很在意說 欸我的洗髮精護髮的 我的身體乳是香香的 這樣我身上就是已經有香香的味道 我就不用額外去擦香水 對 就是你可以考慮跟我走這個路線 OK 接下來是TSL他們家的 絲書衣物手洗精 我跟你說他們家這一款呢 就是用超級超級久 就是 就是它的 它的冒數我覺得也300克 就是我就真的用很久 而且我覺得非常好用 其實我個人是私心很喜歡它的味道 因為這個是特別版 它是什麼蘋果蜂蜜的味道 就是甜甜很瘦的感覺 然後因為它就是裡面也是 添加一些比較天然成分 然後可以幫助你就是 比較好洗掉內過像的一些 分泌物或是精血那些字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就是 我就是之前上一集的那個空瓶 也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真的覺得 你有用這種專門的手洗精 跟你拿家裡隨便肥皂或是沐浴 來洗內褲 我覺得完全是不同的 就是這個真的是很容易把分泌物洗掉 然後下一款是賽吉爾 他們家的日用型型型妹妹的 就我一開始有在洗妹妹的時候 就有買的品牌 就是應該大家都買過這個牌子 然後它就是最基本的日用型的 就是也沒有什麼 就是蠻好用的 但也說不出什麼特別的 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因為我還蠻喜歡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不會有一些過濃的味道 所以用起來就是比較天然的感覺 因為我這個用完了嘛 我就買了RPVita他們家洗絲蜜醋的 那個味道濃到我覺得超可怕的耶 會嗎? 沒有感覺到耶 就是我覺得RPVita的那個味道 聞起來會很像是那種 男生洗髮精的味道 然後我沒有發現這件事耶 所以我就用到想 嗯?怎麼會味道那麼濃 因為我之前就是用了RPVita他們家的那個洗身體 我覺得味道好像還蠻自然 還蠻喜歡的 可是用到那個私密處 就讓我有點失望 好那接下來是RPVita的山茶花的沐浴乳 然後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好聞 可是它的味道就沒有像剛剛Cores那款那麼濃郁 它就比較清新優雅一點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我洗到後來我覺得它也蠻濃的耶 有嗎?沒有說兩個相較之下 就我原本其實會覺得這一瓶感覺更適合女生 可是我洗久之後我就覺得它蠻男生的味道耶 會嗎? 我後來覺得 就我會覺得那個Cores那味道比較neutral 就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 可是這瓶我就會覺得洗到後來 我會覺得有點像男生的味道 我覺得還好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這一款跟 就是我覺得Cores的味道可以維持比較久 然後這一款就是沒有維持的那麼久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味道對我影響不大還聞得到 是The Body Shop他們家的身體乳 然後這個系列叫Body Butter 就它的質地在比一般乳液再潤一點 然後我其實蠻喜歡的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屬於不太喜歡 擦上去就是太綿的 可是它的質地一開始看就是真的很像Butter一樣 可是你塗到身上之後 它的延展度是非常好 然後很快就會吸收進去 就你擦這款是可以快速去上廁所 因為流太油的 不會變得麻草都綿綿的 對 因為其實就是The Body Shop的特色就是 它們有非常多不同的系列 每個系列的香味跟功能都不太一樣 可是每個系列都會有同樣功能的產品 我跟你講這個系列也是可以那些像我一樣不愛擦香水的女生可以用的 因為它的味道可以維持很綿 可是我想要分享就是一個是 這是什麼口味啊 Shia Shia 就是這個味道我比較喜歡 可是它真的很稠 可是它的延展度非常好吸收也很快 然後另外一個是玫瑰的 可是這玫瑰它就是質地有在稍微水一點點 然後它擦上身體會有一種亮亮的感覺 有嗎 有 就它裡面有發現 它有臉很像那種珍珠粉的一個效果 可是這兩個相比我就比較喜歡Shia OK然後接下來是我們囤積了很久的牙膏大君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平常在家時間很長 然後就是吃完東西都會刷牙 然後又很愛吃東西 所以就是牙膏累積的速度非常快 Oral B的是比較是牙齦護理的 就是如果你牙齦是比較容易流血 為什麼你可以買Oral B 然後Ora 2也是之前合作過後 然後我爸用了很喜歡 我爸就囤了就是一整箱 Ora 2的好處就是它有超級多不同口味 所以如果你也喜歡在牙膏上 有一點不同口味的變化的人 就可以選Oral 2 對就是我爸一直買一整箱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它消耗完 而且就是都是不同口味 對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至少是不同口味 然後再來是Crust 就是大家如果有在注重牙齒美白的話 應該會知道這個牌子現在非常的紅 其實我自己認真的去感受了一下 我覺得有洗美白牙膏還是有差 我覺得有差你覺得有差 我跟你講我們真的沒有那麼認真在關注我的牙齒 你覺得呢 可是我覺得我牙齒一直都還蠻白的啊 你牙齒不算白 就是也沒有到很黃 對可是不算白 因為我覺得只要有喝咖啡跟茶 像我們都有這個習慣很難牙齒就是真的很白 但我們的確是算白的啊 難得彩妝鮮 然後是我妹的 但我幫你介紹 因為我真的看不下去 就是什麼叫你看不下去 她是拿了兩個benefit的卡brow 可是這裡面很明顯兩個都沒有用完 不是因為我跟你講 就是這兩個真的用了很久 至少都有兩三年 然後因為畢竟它是霉膠的質地 所以用久了之後它已經會乾掉 所以卡brow這個缺點就對了 對可是因為畢竟他們已經兩年了 就是你真的要蓋超級PBD的精 真的是乾到不行 你才有可能它不會乾掉 但你覺得它可以撐多久 一罐 至少兩年吧 一罐可以撐兩年才會乾掉 就是如果 而且你記得要蓋緊 所以你兩罐是因為沒蓋緊的關係 不是 就是因為有一罐原本不見了 然後還就 就買了新的 好所以如果你買這個卡brow 雖然我是里眼最喜歡的呢 但是它要跟大家提醒的是說 就是要蓋緊 你要小心 真的要轉緊就對了 可是它還是我人生很吃愛 我自己覺得我會覺得很方便 是因為它上面是已經有帶有刷頭的 對 就是你不用額外去找刷頭 然後這個刷頭是 就是經這個很愛換眉毛的這位小姐 認真很好用的 對 然後NARS的眼影打底膏 這個是沒有顏色款 就是透明款 就是我們家最會回購的東西 就是最近母親節檔期 我可能又要回購 就是里眼用量也是非常驚人 好 就是今天所有的東西 等一下我的問題 其實說 所以因為NARS有透明跟有顏色的嘛 所以你現在到底喜歡哪一個 因為我個人還是喜歡透明款 可是因為我就是 因為它一個都可以用 就是我都可以用很久一罐 所以我現在都在用那個有顏色的 我自己是覺得OK 可是我有點忘記沒有顏色用起來什麼感覺 可是我記得我兩個都很喜歡 可是我好像也是微微比較喜歡沒有顏色 可是我後來會喜歡有顏色的呢 是因為我眼周顏色比較深 就黑色素可能黑眼鏡比較深 所以我會覺得它會讓我的上眼皮看起來比較體諒 可是我有個困擾就是我之前用有顏色的那一款 我就很容易 就是會有一點點結塊 會有一點顏色在眼周 所以我後來還是喜歡透明 我覺得應該如果有顏色的是 用起來是比較需要技巧 而且你要快速把它拍開 可是沒有顏色就是零技巧 所以就是初學者 或是你就是第一次搶這個產品 你就買沒有顏色 對 好的那今天就是近期的空瓶 然後我覺得 下次不可以再累積到這麼大量 然後分成上下級 為什麼 因為這樣我剛才去空瓶都放我房間 我本來就很多這些一袋一袋的空瓶 然後每次要丟都發現還沒拍影片 都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 所以下次我現在會規定說 幾買一袋就立刻拍 所以大家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幫這裡影片按讚 記得訂閱我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的時候是影片最新的 通知長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 然後玩學校就知道我們拍完了 可是姊姊還要拍第二支影片 掰掰